继续来关注关于一基金在四川救助的相关情况 现在是5月19号的下午12点25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四川江游的九顶学校 那么这个江游啊是在前两天刚刚发生了一次大概六级左右的余震 所以这个李连杰呢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又将这一战作为他这次在四川赈灾活动的一战之一 那么可以看到现在李连杰他刚刚到达这里也就是十分钟左右 就立刻的投入到整个这个帐篷的运送过程中 位于九岭镇的这所九岭学校是一所中学和小学在一起的学校 地震虽然没有造成校舍的坍塌 但破损的校舍已经无法再使用 校园的操场上住着不少灾民和无法继续上学的孩子 一基金这次送来的80顶帐篷就是希望能够同校方 共建第一所一基金学校帮助孩子们早日回到课堂 今天就听到学校有这个楼房的这个裂缝 我们很希望能够你看这些裂缝 所以我们第一站希望能够 您需要多少帐篷我们就先以学生这个安全为主 把这个帐篷搭起来 起码在个灾难面前我们要建起一个一基金之家 因为我们是一家 看到自己非常喜欢的明星 六岁的小新月高兴地跳起了舞蹈 孩子天真的表演也让在场的每个人露出了难度的微笑 这一刻或许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用快乐来化解忧伤 结束了在学校的救治工作 救灾小分队又马不停机的赶往香油市临时物资存放点 要有系统帮着国家填寸 我一直说填那些盲点 您说这看起来危害不大 你看刚才那学校其实已经裂了 余震造成了有伤亡 那这些别人 可能不是最紧急需要救助 对那个政府的军队 可能还没有 都在那最危机的地方 但是我们很多人的梦想都是在那个最危机的那个地方 对不对 在那显示 其实不是 其实民间组织是要协助政府在统一管理下 打仗要有前锋后卫中锋 我一直说一家人要有一个平台 那您是前锋了就是 在这个过程中是前锋 我可能是要制造就是那个平台 我搭的那个平台 我啥都不是 我是个志愿者趴在地上 让大家猜都有一个秩序的 有平台有接待 加油 全国人民 全人类加油 一家人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 一切的自然灾害 谢谢大家